大家好,我是Manyte Kayla Sananda 今天邀请来了Youga Ma'i Youga Ma'i的名字很厉害 她之前的名字叫Renee Ann 然后现在就在最近得到女神的祝福 给了她一个这么厉害的名字这样 然后Youga Ma'i,你是马来西亚的信众这样 是的,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平台 了解大师教学的? 我是第17期的学员 第17期大学 对 我在大概7月份,去年7月份的时候 我看到了马克拉萨的那个YouTube 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才决定联络 然后马克拉萨就把我加进那个WeChat的平台 就是这样 然后你上完大课之后继续在我们平台上做志愿者了吗? 你有做志愿者吗? 没有马上 那时候是因为要成为HAP 然后就是讲说要去跟师父一起生活 所以就加入了那个8个小时的工作 嗯 OK 其实那个也算是志愿者 那个是比较特别的志愿者 嗯 然后你后来持续的 嗯 就是你后来是在去忙你自己的这个事业的事情 是吧? 你就离开那个8小时然后去忙自己事业的事情 嗯 是的 也是因为家里 嗯 家里的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工作 对 所以就离开那个志愿者 嗯 但是你就是一直要做SJP这个愿望是有的 一直都在 嗯 嗯 对 你最近得到女神的祝福也有这方面财富的祝福吧 我 我知道你你得到过很多次祝福 所以每一次你喜的愿望 嗯 嗯 里面是有财富祝福 嗯 是有的 嗯 还有就是家人我妈妈 我的孩子 嗯 是有的 那既然讲到女神的祝福 那我们就先 因为我我刚才在跟Renee讲我这个顺序的时候 我在讲这个女神最后讲 但是女神也可以现在讲这样 嗯 你的人生在得到女神这么多次的祝福之后 有什么变化吗 你自己觉得她有显化一些福报给你吗 嗯 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跟师父连结方面 嗯 比较怎么说 比较能够跟师父连结 嗯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自己 呃 该做的事要去做可是没做 然后就会一直感觉到那个师父的calling 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 嗯 但是被女神 嗯 被女神祝福过之后 你觉得跟师父的连结怎么加深的 就是有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或者是什么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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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说从第一次被点到名字的时候 呃 开始就会就是 会无意间就是看到 嗯 就是在平时打醒的时候不会掉眼泪的 嗯 可是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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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出来的时候就是会 经常就会 无端端的掉眼泪 嗯 然后就是呃 呃 呃 没有看呃 就是没有打醒没有开示时候 也是会头脑就是 就是很多时候经常会有 呃 呃 呃 图像出现 就是呃 呃 感觉很深的连结 然后就会莫名的流泪 嗯 嗯 就是这样 被女神祝福过之后的变化 嗯 嗯 是 嗯 那OK 就是 讲到这儿我也就是很好奇 就是我我一般都会问大家 你来到这个平台 比如说呃 很多同学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接触师父 他可能想要学瑜伽或者他想减肥 或者他想要拍读或者他想要开三眼这样想化财富 但是后来呃 有一些人嗯 嗯 学了一下然后他就离开了 但是有一些人 比如说你呃 就一直的从学完之后一直的留下 一直的追随着师父 就你发自内心的就知道师父是我要追随的人 他是我的上师这样 嗯 这到底师父有什么样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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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你从这个层面上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呢 就是师父有什么让你对他这么臣服 嗯 嗯 嗯 其实具体方面我不是嗯 嗯 不是很清楚 可是就是在感觉方面吧 嗯 每次感觉会比较强烈 尤其是会呃 呃 越来越深的呃 呃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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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呃 呃 打写的时间 开始时间 然后就是大师的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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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优感 就是他也是属于 就是情感连接的 就是我今天 我是昨天还是今天 还跟一个信众讲 就是和师傅连接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 他的特点不一样 我就说 像跟我这一类的 就是要被理智说服的 就是我当时就是用 自己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 在分析师傅 看到到底是真是假 是人还是神这样 后来就是师傅 用他的方法攻克我 他就知道我的软肋在哪 然后就让我听到 他那一方面的教学 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就是听了师傅的 阿卡西有关生和死的 这一段揭示的这个开示 就是臣服于他 就知道他是神明 他不是人类的智慧 或者语言能讲出来 这些东西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是瞬间的 知道他不是 不是在开玩笑的师傅 他是真的师傅这样 然后对一些信众来说 就是没有理智的 发自内心的 对师傅的这个 这个爱的连接吧 因为我昨天还跟这个 信众谈的时候 我还在开玩笑 就我刚开始看到 师傅的形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也不忠不息的 对吧 像我们又在忠又在西 反正我的背景 这两个文化都接触过 但是他都不 都没进去 就是看他就不知道 是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 就是是一个上师 一个僧侣 但是坐在纯金的 这个椅子上 还带着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理解 反正就这方面 对于一个 跟他没连接的人 看起来好像就是 不能太消化他的现状 尤其是他现在 David女神打显的时候 他是有胡须的男性特征 声音也是男性的 身体也是男性的 但他的一半的状态 是女性的 对吧 所以这个看起来 就是一般人 如果不知道他是谁 乍一看也觉得 这个怎么回事 是吧 也无法消化这样 但是对于我们和师父 有这么深缘分的 这些灵魂 因为我们注定 是要来到他的身边 这一世 所以就会突破和超越 自己所有的认知上的 或者逻辑上的 这些障碍吧 就会觉得他 就像我昨天 跟这个男性的信众 跟他谈 他就说 我就觉得师父的面相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么慈悲这样 我就看到他就想哭 就是没有逻辑 没有道理的 我说我第一次看到师父 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只觉得他这个人 让我觉得不知道 他在干嘛 这样就是无法消化 所以每个人 跟师父连接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对 有感马医的印象 就是 我记得你当时 上大课的时候 特别认真 就我当时在 在那个期间 我有一些zoom的课程 我就记得你进来听 特别频繁 而且特别认真 而且有一次 我在问大家 谁愿意做HGP 然后你就直接 把手举起来了 你当时其实也是青瓜袋 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问什么 然后你当时就举起来 其实我当时一个认识 就是你跟师父的连接 是很深的 就是你的意识 你的灵魂在指导你往前走 确实是这样 然后 那你现在呢 现在你继续发愿 做HGP 你是什么心情 你现在知道HGP是什么 不是当时那种 莫名其妙的举手 你现在是有意识的 在举手 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你是什么意义 然后你为什么愿意做HGP 你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能够启发到 我们的观众 这样 我决定做HGP的原因是 我觉得当就是当 麦克拉莎跟我讲解的时候 我说 哇 要 就是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就是那个灵性国度 就是在我有生以来 就是 就是一直我在 一直在寻找 在追寻的东西 只是 我不知道 当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 也在同时 也追随了 在之前也追随了 不同的体系的老师 但是 他们都没有给到我这一些 然后 直到 加入这个平台后 我就 听着听着的时候 就觉得 怎么这个东西 跟我内在向往的 那个路 很相似 所以我就继续的留下来 然后就 就讲到当HGP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HGP 这个词对我来讲 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义 可是就是说 当 麦克拉莎跟我解释的时候 就讲 我的景象就出来 就是 这个简直就是 我梦中里面的 那个灵性国度的存在 所以我就 有发现想要做这个 成为HGP 可是一旦我 就是 知道了那个 那个 就是 数额的时候 我就 我怎么会当初 这样子 想都没想 问你没问 就直接就答应说 我要成为HGP 我自己是觉得蛮惊讶的 然后 后来慢慢了解了 也有听到 风起老师的分享之类 还有其他老师的分享 然后慢慢的增加我的信心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然后最近也是因为 Seren 就是 那个 Yana Suka Damini 她的分享 然后 我就 听到 原来可以这样子的 一步一步的去成为HGP 我就想 这样子的话 我就 放下 心头大师 我就可以 这样子 就是 可以给我一个目标 去前进 这样子 就是这样 对 其实就是一个纯真的心 其实 尤格玛依 她不是 不是一个妇人 她现在也在为自己的生活 在努力 对 就不是说 就是 可以很 包括在心理上 也不是很容易 就能承诺 这个HGP的金额 但是对于她这样一个 一个背景 和一个现状的人 但是她愿意 这就是 凯拉萨的灵魂 就是我们冥冥之中 就是 就是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然后也愿意去付出 其实 像我在这些天 跟大家发布的 这个女神 给我们的讯号 就是 你是从凯拉萨来的灵魂 你是带着金钥匙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现在要给 这个游干玛依的一个鼓励 就是你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心愿 讲给师父听 就是我真的要显化这些财富 成为凯拉萨的SGP的捐赠人 这样 然后呢 我的事业 我的家庭 我的所有一切 请师父去扶持 就是扶持我 然后帮我这样 然后呢 师父一定会显化给你最好的机会 只要你全心全意为 凯拉萨事业服务 所以同时 我还是跟那个 游干玛依讲 你还是要回来做志愿者的工作 就算你工作再忙 知道吧 这个不是只是你花时间 或者是你的智能 它其实是师父和我们连接一个纽带 在这个过程中 师父会不停帮我们圆满 他会给我们 我们要提升的这些东西 所以志愿者是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福报来着 谢谢大家